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会解说电影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部把女人当作奶牛养的电影《饲养人》 故事开始,凤姐被抓进了一个潮湿肮脏的工厂里 呆滞地躺在意味弥漫的手术台上 只见一个护士模样的女人正在为她做人工受精 一切完成后,护士叫来了残暴的工人 拴住凤姐的脖子,将她拖进了一个铁笼子里 原来这是一个用人奶制作护肤品的工厂 这里囚禁着一群和凤姐一样的女人们 她们被人工受孕生下孩子后,就会被带上挤奶器 像奶牛一样生产奶水 晚上凤姐旁边的女人娜姐要生孩子了 在护士的帮助下,她生下了一名男婴 可男孩刚出生就被工人扔进了桶里 在这里,男婴毫无用处 他们需要的是母亲源源不断的奶水 一旦无法生产奶水,失去了价值,就会被折磨后杀死 娜姐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 求生的本能疯狂地刺激着她的神经 这天深夜,娜姐假装产后疾病骗工人打开了铁笼 娜姐一脚把工人踢倒,拔出了她的匕首,将其杀死 接着躲在门边,用铁链勒死了纹生赶来的另一个工人 拿到了旁边铁笼的钥匙,救出了凤姐 然后他们合理将护士关进了铁笼里 两人战战兢兢地寻找出口 看见了很多正在被挤奶的女人 这些女人麻木呆滞 早已失去了反抗的意识 这时走廊里一个工人正在向客户介绍工厂 他们赶紧躲进了一个黑屋子里 工人走后,两人夺门而出 成功逃脱 接着画面开始播放一条广告 介绍着用人奶制造的护肤品 影片的最后,接连出现了 饲养员对奶牛食报的画面 这场面像极了该片中女人们的遭遇 导演借用此片呼吁大家 善待我们的动物朋友们 动物的生命同样应该被尊重 好了,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